現代人的生活太方便 而且新的東西太多 你很難體會出 以前的人在珍惜東西的那種感受 我在尋找一個機器的時候 我會去查它的歷史 知道說它當時 是用什麼材料去設計 包含它當時的一些科技 然後我去做出一個 這樣接近的樣子 了解 美財大部分都是 還有一些日用品 非常好 對 主要是3C的居多 其實我一開始的創作 並不是機器人為主 是半機器人 半車身 因為那時候技術還不升 後來想說應該做一個機件 可以雙腳站立的 才會有挑戰性 所以後來慢慢在裡面 後續就做一些像那種機器人 在旋徒 是3C的居多 是4C的居多